最近,军师联盟演得火热 剧情中展现了魏国太子争夺战 剑拔弩张,拼得你死我活 有人认为曹操就是有意在这大争之势 让子女互相斗 这恐怕并不是历史事实 虽然在接班人问题上 曹操是有名的迟疑 曹魏后来被司马仕篡位 此货可以说是曹操一手酿成 但很奇特的是 他又是一个对子女温情默默 非常厉害的教育家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 曹操有25个儿子 嫡长子曹丕被立为太子 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 只是曹操疑心太重 算计太多 对哪个儿子都不放心 又担心他们互相结怨 落到袁绍两个儿子 袁坛袁上那种窝里斗的地步 这些儿子里面 对曹丕构成真正威胁的 只有曹冲和曹植两人 曹冲很得恩宠 但13岁就夭折了 剩下一个曹植 被曹操视为儿中最可定大事的人 在接班人问题上 曹操一直活在老对手袁绍的阴影里 曹丕年轻时也喜欢游玩打猎 他的老师崔眼就告诉他 袁氏子弟当年怎样从游手好闲 到最后无所容足的历史教训 崔眼曾经是袁绍的老部下 后来成为曹操的头号文官 非常了解曹操的这种心态 这个提醒一下子让曹丕醒悟 曹操的儿子们就是这样 一直活在严格的管束下 循规道矩 谨言慎行 不敢放飞自我 曹张最能打仗 却被他爹视为一阶五夫没出息 而才华仅次于曹植的曹果恩 也经常做自我批评 感动的监督他的人 最后要上书表彰他 一夜被他制止 这种管教带来的副作用其实很大 曹操后来终于把曹丕立为太子 没想到曹植听闻此事后 完全失控 酒后下车 跑到魏王专用的行车道上 曹操大为震惊 从此就再也没有给曹植好眼色看 还在一怒之下 颁布了对诸侯更为严厉的各种禁令 曹丕登基后 就继承了曹操这套搏骨肉的办法 甚至不许兄弟随便进京 其实就是把他们软禁在外地 多年后 他们几个才获准到洛阳朝拜 结果曹张离奇死亡 从曹操到曹丕 两代人都对宗族内的问题过度焦虑 导致曹氏宗亲 事单利固 而在搏骨肉的同时 曹操心态最为矛盾之处 还在于他对子女 试读情深 精良教育 称得上一个教育大师 对儿子们的培养 曹操是一视同仁 为他们招到最好的辽蜀 陪他们读书 比如兼妻子等人 前面说到的崔眼就是 大牛人正炫的弟子 曹操还又留了小心思 把形容 刘真等牛人 拨给了曹植 最后 曹植却和这两人相处不好 只喜欢跟自己合得来的杨修玩 曹操从而认为 曹丕更适合当领导 我们都知道曹植很会写文章 但曹丕文采 其实也相当出众 写的一首好诗 还说文章是 巾帼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也留下文人相亲 的著名成语 相比不爱读书的刘备 喜欢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孙权 曹家一门 在乱世中 留下了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 这也是曹操之功 曹操死后 无人陆基 曾见过他的遗嘱 被里面的儿女情长感动 写了著名的 调魏武帝文 只可惜 这样一个温情的爹 却没能处理好 接班人的问题 一手造成曹魏的衰亡 要怪 也只能怪 世道太乱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 离视频 动力式栏目 离视频 客户端 全新上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